歡迎收看小明星 收看小明星 小明星 量可以填滿三百座的 國際標準的游泳池這麼多 那麼當然這個適量的小酌 讓大家覺得心情放鬆 是還挺好的 但是如果幾杯黃湯下毒之後 你開始出現非常詭異 甚至非常危害人間的行為 那真的是會後悔莫及囉 我們今天就來聽聽看 現場幾位酒鬼們 不是 幾位 現在非常清醒的來賓們 他們最誠實的分享了 馬上介紹第一位是我們藝人班傑 歡迎 大家好 這個是我們啦啦隊女孩小提 歡迎 哈囉 大家好 好 資深媒體人玉峰歡迎 大家好 我是玉峰 陽光美少男 韋帆哥歡迎 嗨 大家好 好 面對這個杯中物 你自認現在自己非常能夠有截止 能夠駕馭他幫我舉綠牌好不好 你說沒有啦 我還是常常會貪杯物食 舉紅牌 請舉牌 陽光美少男 還會物食 我舉錯 你舉錯 所以叫玉峰你了 對 只有你誠實 對 我們還在努力 OK 好 好 這邊呢 是已經練習了無數次之後 現在變得有點節制 班傑聽說你是來到台灣之後 開始喜歡喝酒 而且你會在路上練拳 其實我在美國 雖然美國通常是二十一歲 才可以喝酒 但是因為叛逆都會 就是去那個酒櫃裡面偷一瓶 然後可能到那個森裡面 跟一些兄弟這樣喝看看 結果我發現酒很難喝 我覺得酒超級難 我就不喜歡那個味道 到十八歲我來台灣 我還不想喝酒 人家叫我喝 我說不... 合法了嘛 十八歲 台灣合法 美國還違法我 這邊還可以喝 到了有一天 美女說 你要不要跟我喝一杯 我無法抗拒 重點是美女來要酒 對 美女說 要不要... 好 因為我想拉近距離 我就喝 每次去都有不同的女生 要請我喝酒 然後我就覺得 真的很奇怪 但我不喜歡喝 但是每一個女生 我就想認識 所以我就會喝 然後也跟我的夥伴也有關 有一次有一個女生 她特別漂亮 她就叫了一瓶比較高級的威士忌 要跟我喝 那時候因為我十八歲 所以我比較年輕 她稍微比我大一點點 但是她就想把我灌醉 那她成功了嘛 你就是刻意要讓她成功的 對 但是成功了之後呢 我的朋友要回家 那如果我要回去的話 我只能坐她的車 不然我要付計程車費 然後我是學生 我沒有錢 所以我就好跟她說拜拜 然後我就上車 上車我就不記得這個故事 但是我的朋友隔天就跟我講說 那個我每一個紅綠燈 都下車打功夫 對 紅綠燈停 我就自己下車 有的時候還用滾的 就是滾 然後打功夫 因為我從小練功夫 所以可能在我的潛意識裡面 功夫是和一個 本車反應的動作 就是打 是罪權就對了 對 各種 然後我的朋友 因為他們有三個 他們想抓我 但我有在那邊揮手 他們就覺得我好可怕 這樣子 所以他們不容易把我抓上 然後可能下一個紅綠燈 我又下車了 然後我起床 是在我朋友的家的地上 然後我沒有鞋子 然後我所有的項鍊 手環 可能什麼鞋子 這些比較貴的 沒有了 都不見了 對 就是被我打在地上 滾了幹嘛 就這樣子 然後我才知道說 其實喝醉不要斷篇 這個是一個比較 東西找不回來 比較可怕的一件事情 你曾經最倒在捷運站的出口 那時候我已經 已經有一點知名度了 然後我去夜店 然後這個時候是不一樣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 他想藉由我去認識女生 幫我當那個 OK 對不對 人行利牌 對 就是羽兒 羽兒 對 羽兒 要去釣了 對 然後我就OK 但是就變成說 認識一個女生 我是不是要喝一杯 他就很想認識很多女生 我就喝很多杯 然後我喝到 我有點想回家 然後有一個 看到一個緊急樓梯口 然後我就覺得那是我家 然後我要走上去 然後我開始走走走 我就斷篇了 然後就起床 起床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 我的房間怎麼那麼亮 就太亮了 你知道嗎 那個太陽 直接是中午那個頂光 直接射我的眼睛 然後這樣打開 我就很難過 然後我就看到 一雙腳這樣跨過去 我就 你在哪裡 對 我在哪裡 然後起來 看到解約站在那裡 然後我在這邊大致醒 在那個馬路街邊 然後已經是天亮了 然後還有一個人 他走過去他看我 他 秘密有一百塊 他找不到杯子放 好心人 這個是好心人 結果 好窮喔 對 我又嚇到 而且我覺得斷篇 其實滿嚴重的 他會這樣隨時倒在路邊 對啊 其實這樣不好 好 但小婷你真的是 我覺得 你竟然是喝完酒 邊走邊脫衣服 對啊 很女生耶 對 沒有 那是因為我已經回到家了 因為我當時是 我跟朋友一起去夜店玩 也是在夜店 然後就是喝酒喝得太開心 那因為姐妹一起出去 都會玩到滿晚的 那我就是趁天亮前 回到家之後 就已經醉得不省人事 然後又有點短片 跟你一樣 然後我們就回到家 然後我就開始從車庫 就一直在脫我的鞋子 然後到客廳脫襪子 走樓梯脫裙子 然後內衣 然後襯衫這樣 結果回到床上 已經是裸體的狀態 我跟我的姐妹都是裸體了 然後起床的時候 我就想說 我怎麼身上都沒有衣服這樣子 然後因為起床 就先看手機 所以我就看一下 我爸爸在那個 我們家庭的群組裡面打說 昨天有人喝得很醉耶 這些地板的衣服是怎樣 樓上沒有人穿衣服嗎 這樣子 所以我們才發現 原來裸體是這樣子 脫上來的 因為地板全部都是 我們的衣服這樣 對 但我爸爸就是有開玩笑 就說 哇 那妳喝得很開心喔 還知道是回來要脫衣服 不是在外面脫這樣子 還好還好 好險在自己家裡 妳過年發生過一件事情 妳覺得好後悔喔 過年的時候嘛 對 因為我還是去夜店玩 我還是回到我高雄的家 然後跟朋友出去夜店 開心喝酒這樣 那因為高雄的夜店 它是舞台上 是女生可以上舞台的 然後台北的舞台 女生不能上去 然後我就看到 哇 終於可以上舞台了 很開心 我就拉著我旁邊的姐妹 我們一起上去舞台跳舞這樣 那就是因為在舞台上 就是跳舞跳得太開心 喝酒也喝得很多 然後就是開始有點上頭了 我就開始大跳一些 燕舞之類的 因為 對 因為我喝醉的時候 會跳燕舞 就是很開心 什麼樣的燕舞 就是譬如說 扭腰擺著 我今天穿著是 扭腰擺著是真的嗎 它可能就算是 整個就是 一 二 三 四 帥了 什麼字的 對啊 謝謝 好性感喔 對 今天要可知一點 因為我剛剛舉的是綠牌 好 然後呢 我們就是在舞台上 跳舞跳得很開心 那底下的男生 他們就可能以為 這可能是表演的橋段 對 然後就塞了很多小費給大家 然後包括我也是拿了 很多小費這樣 但因為當下的情緒 就是大家都玩在一起 我就轉身 我就把我拿到小費 都發給別人這樣 就是我不認識的人 旁邊都是我不認識的女生 然後我就一直這樣發 然後呢 還是很開心 就跳舞跳到 夜店的老闆 把紅包給我們 就是他包紅包 給我跟我的姐妹這樣 那我們就收了紅包 然後收了紅包之後 我還是很開心 我就把紅包裡面的錢 拿出來 再發給旁邊的人 然後全部都是我不認識的 財神爺 噔噔噔 對 我直接變一個財神爺 然後回到家 隔天起床的時候 我就印象我昨天 明明就拿了很多錢 雖然也都不是我的錢 但是我朋友他們 都有留著錢 他們就是一個人 至少拿到三千塊 然後結果我的錢 全部都發給別人了 因為我當下太開心了 我就是拿到 然後又送出去 拿到又送出去 這樣子 就很後悔 我應該要把錢留好的 重點還不是擅長 妳最後悔的是 燕舞的這些影片 都被拍下來 對 我的燕舞的影片 都會被拍下來 因為我跟朋友出去玩 他們都會就是 知道我喝酒之後 會長什麼樣子這樣 然後大家都會準備好手機 要準備要拍 拍妳 對 因為他們 我的手機裡面有很多很多 就是朋友的手機 裡面有很多我的求是 就是大家會拿手機出來 就是要錄 對 所以就會讓我 非常警惕 我自己要小心這樣 我後來就是因為怕會被錄影 所以我就會告訴大家 我在我的IG製油 IG不是有一個功能 是可以發製油嗎 然後我就會告訴大家說 今天大家 我們要出去玩 那要記得 小提 不能喝太醉 還有請勿錄影 然後看到我開始要大跳 燕舞的時候 請一定要阻止我 幫我拉過來 不要讓我在那邊 就是出球這樣子 大家都同意之後 才敢安心的好 出去喝酒這樣 OK 對 妳現在自己的量會抓了嗎 會啊 我會抓 因為我真的很怕 我會失控 因為就是有點很難控制 所以我就會控制 我覺得我快要不行了 我就要停止這樣 對 水剛舉綠牌 酒後亂灑錢的 不只你還有韋凡哥 你到哪裡喝 沒有啦 那個是第二次回大陸去探親 第一次去媽媽的老家 那第二次是帶我爸爸 回老家去探親 你知道回去探親 那個人很多人 山人海的 然後你說你不喝 第一次去嘛 也就是很高興 帶著爸爸去 那就喝了一點酒 那就完蛋了你知道嗎 喝完酒就很快樂 就去睡覺了 第二天早上呢 因為我在家裡面排行老四嘛 然後呢 那個我大陸有兩個姐姐 所以他們的小孩 都叫我四舅啊 那四舅啊 那個你昨天說那個孩子啊 那個學校讀書的那個 那要兩千多塊 你都已經 當然我說有嗎 他有啊 你昨天吃飯的時候就講了 我就說好 來來 就兩千吧 我後來發覺不夠發耶 就是那個年代是剛剛開放 沒有多少年 第三年還是第四年的時候 我發了兩三萬塊了 我手上也只換那麼多錢 兩三萬塊那個時候是 換了滿多的人民幣 我竟然發完了 後面還有很多人在排隊 後來我記得我大概是用一種 逃難的方式呢 從湖南老家逃出去 後來我怎麼想都覺得我有嗎 可是你就曉得 男生最大的問題 就是喝了酒之後呢 很喜歡亂承諾事情 有很多的愛情啊 工作啊 哥們的交情啊 就是因為喝完酒之後的 亂講話 所以就種下了很多的 而且你來都 真的不記得了嗎 我是真的不記得 這最恐怖了 然後你又不能不承認 對不對 因為被錄下來了 喝酒最恐怖的事情 還有什麼嗎 上次先進廣告 好 喝酒真的不能夠過量 班傑你也非常有感覺 你曾經因為喝酒 喝到被換腳 對 這個是 我們就有一個戲要開始 是我們五虎將 一個南海團體 總共我們五個要去跟 那個韓國的蒲昕衛 跟他們的團隊一起 所以是台灣的團隊 跟台灣的團隊一起拍 所以我們先一個開鏡 開鏡吃飯 我們就一起 然後韓國一桌 我們台灣一桌 然後那個韓國人很想喝酒 然後就一直在 你們台灣要不要派人過來喝 幹嘛 幹嘛 美國人中病 我怎麼樣 我最近感冒 喉嚨不行 對 然後韓國就嗆一嗆說 你們台灣人是不是沒有男生 沒有男人對不對 這個不行 然後我就這樣講 然後我就有點聽不下去 然後我想說 沒關係 然後好好好 那我出來 然後我這邊的人拍手 出來 然後我就跟那些韓國人喝 那他拿酒給我喝 我就試一下 清酒 清酒我可以喝兩瓶 大的那一種 大的嘛 兩瓶沒問題 對 好 那我大概知道 然後就開始跟他們喝 但是這個時候 因為我沒有這麼認識韓國 這個時候 韓國是喝燒酒 不是清酒 對 燒酒的酒精 是清酒的兩倍 所以我每一杯 等於是二十趴 但是我心中感覺是十趴 所以我以為是兩瓶 我變成我喝四瓶 對 的量 太亮了 對不對 所以我也是拜拜了 我也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在跟他們喝 我人不見了 人不見的時候 我就開始講一些 就是也是吉祥話 我們這個戲一定會中 怎麼樣 我們這個戲 我們烏烏醬跟韓國 太棒了 怎麼樣 然後看到那個導演 我說導演 我就攔他的頭這樣 導演 你太有眼光了 他就醉了 那個製作人就說 班傑你 你好熱情啊 幹嘛 導演快呼吸不過來了 製作人 你也... 你也太有眼光了 然後兩個這樣子 然後我的團隊 是不是有四個 四個男孩團體 對 趕快來 對 他們就過來 他們把我的手這樣拉開 然後說你 我覺得我過分 然後我沒有感覺 我熱情 他們這樣子 我就覺得說 我要跟他們說話 砰 我兩個頭都 天啊 沒有 我反作用力了 我就是力氣大 然後我沒有 沒有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我斷篇 我記得他說 我隔天起來 是在我自己家的地板上 手機拿起來 紅點點一堆 就一堆 好多訊息 就是發了好... 我每一個兄弟都在發訊息給我 你昨天怎麼了 你怎麼樣怎麼樣 他就講 我好糗 我怎麼會出家的事 然後開始打電話 然後發訊息 然後我就說對不起 道歉這些 然後那個導演製作人就說 沒關係 那個每個人都會喝醉 你不要放信上 他說OK... 我想沒事了 對 好像OK 過了 OK 沒事了 對不對 奇怪有一天 那個兄弟去拍戲 另外一個也去拍戲 他說可能我的角色 還沒有輪到了 他就覺得 真的好久 他們已經拍一個月 怎麼還沒有 我的戲份有那麼少嗎 對不對 結果我朋友說 那個有另外一個人 是開始拿你的角色 他已經在拍了 我說 然後我就問 然後他們說 因為他們決定換口味 這樣 說法是這樣 當然那個口味也是一個混血 導演想說戲要拍 命還是比較重要 對 育豐你是因為喝酒 掉了獨家 對 我們那個時候 他說喝酒 不敢去拿獨家嗎 對 那個時候是已經獨家拍完了 然後跟童業 還有一些好朋友 就想說去聚會一下 然後聚會了一下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 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你喝到一個量之後 你就會關不住自己的嘴巴 就是會想要炫耀 最近有一個獨家 然後我們當年 還不是拿大機器 要拿那種手機器 Sony的手機器 然後去偷拍 偷拍了一個中央部會的官員 他外遇 以前那個年代 就是部會的官員 是不能外遇的 就算外遇也不能讓人家知道 那我就是喝了酒之後 現在也不能喝 沒有啦 我們現在還可以生小孩 因為現在亂七八糟就講了 那那個時候就忍不住 因為大家就在講說 最近有什麼獨家 這邊有什麼獨家 那我喝酒喝下去 就講說我跟你講 下一個禮拜你們就完蛋了 你們就完蛋了 你們不要想要來尬待 這是我們的大獨家 然後我就講了 我沒有講誰 但是我覺得一個部會的 一個手掌外遇 可是當下我覺得 大家應該稍微 都是同業嘛 應該有Sense 因為那個瘋延有點久了 只是只有我拍到 那那個時候 其實我下意識的時候 還去摸了我的那個側背包 因為側背包 手機器就在裡面 那我就以為說 他們應該就是 就過去了 結果第二天我就 醒來的時候已經在公司了 就是我也是喝到 不知道自己去哪裡了 然後在公司 然後我第一時間 我先看我的錢包 錢包還在 還好 然後看手錶 手錶也還好 那我就想說 那我應該沒有醉到太離譜 可是當我檢查到 那個手機器的時候 手機器器也在 按出退代鍵 沒有 DV帶不見了 然後我就很緊張... 但我不敢去問別人 去問別人我怕會出事 然後我就請當地的派出所 趕快找一個同事 到那一家餐廳 十一點半開門 趕快進去看 因為我們喝得滿晚的 看會不會不小心掉在哪裡 當下我其實覺得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完蛋了 可是我最後的希望 想說會不會是我喝醉了 把它拿起來 然後掉在地上 可是一定不可能 如果你掉的話 這整個DV都掉了 那那個禮拜 是我非常痛苦的一個禮拜 因為我已經跟長官講說 有這條新聞 大讀起來 然後長官已經把它 提報上去了 所以是一層一層的 就是整家電視台 就在等著這個部會手掌 的東西 可是我現在拿不出來 所以長官就說 曉楓啊 你要今天發嗎 我說不行 我再補點畫面 其實我真的是內心很掙扎 很煎熬 因為我說不出口說 我東西搞丟了 因為我怕人家會亂想說 會不會是那個手掌來找你 班傑 那不然你這東西 交出來我們怎樣... 那這個會... 然後終於有一天 我的痛苦解脫了 因為有一個禮拜二的晚上 人家播了 被偷走了 對 就是別人 那一天一起吃飯的同業嗎 就是... 因為大家都在 對 對 那我也不好意思去問 那個發的記者 因為有可能是譬如說 誰拿到 然後轉給另外在家記者發的 所以我看到的時候 我還記得我們那時候主管 他們都坐著 電視台的主管都坐著 那當電視台主管站起來的時候 看向你的時候 就像是那個 暴龍要... 要跑出來的時候 所以我那一次真的是 下場是滿慘的 那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有一個警惕 就說你喝酒的話 不要太相信自己 不要太高估自己 如果你覺得說 我喝到一個地方 大概就OK的時候 其實我覺得有時候會過 那過之後是停不下來的 所以我現在如果要出門了 東西獨家 手錶 在家裡 對 都不會戴 喝酒會讓人很放鬆 所以太過放鬆就出事了 小婷 你是有一次喝酒 這也很危險 差點失聲啊 對啊 這件事情就是比較 嚴重一點 就是我小時候 一樣是在高雄 然後我們就去夜店玩 跟我好多好多 就是那種 認識很多年的朋友 跟跳舞的朋友這樣 一起出去 那喝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我有一個 當天是有兩位男子 我們就覺得他是 A跟B男子好了 那我的A男子他就是 告訴我說就是 他問我說要不要一起上去散步 然後去接接酒氣這樣 那我就想說好啊 那因為我也是喝得滿醉 那我們就一起去接酒氣這樣 我們就走到旁邊 有個圖書館 外面有一個戶外的活動區 那因為那時候是晚上 所以圖書館也是滿暗的 就是完全沒有任何的光線 那他就突然呢 就是關心我說 你會不會冷啊 要不要借外套給你穿啊 然後他就走到那個椅子 然後突然就把他褲子 跟內褲一起這樣 啪 脫下來 然後我看到我就嚇到 我當下就是整個就是傻眼 我就這樣看著他 然後因為我年紀很小那時候 然後我就 心裡就好多話 可是我都沒有講出來 因為我嚇死了 我就這樣看著他 然後我心裡很多劇場就說 現在要怎麼辦 我現在要跑嗎 那我現在要過去嗎 還是我應該要怎麼辦這樣 然後他就在那裡 好像有理所當然問我說 你要不要來我的旁邊這樣 然後我就是 我嚇到我就直接轉頭 我就開始狂奔 我就逃跑 因為我也不敢靠近他 然後就是很驚慌失措 跑回去夜店找我的朋友這樣 回到夜店之後呢 我就是裝沒事 我就跟大家繼續相處 繼續玩 但我就有點不太舒服 我就說 我想要回家了這樣 我就先去坐計程車 我要先回家 那那個A跟B 兩個好朋友的男生就 那個男生就送我上車這樣 那A男子他就是 他自己默默走回來之後 他就是裝沒事 他就跟我說 那你自己回家 小心喔 明天見這樣 然後我就說好 那明天見 到了隔天 我們見面的時候 他就告訴我 就是大家都也在 然後我也沒有想要 就是戳破這件事情 因為他在這個團體裡面 他是一個很樂觀 幽默 就是人員也算是 滿好的男生 所以我想說 那我就不要戳破他好了 然後他就跟 就在大家面前 他就說 我昨天對你很好 我還借你外套穿 還敢講這些話 對 然後他還說 我還陪你去散步 這樣 對 然後我就 對 他年紀確實比我大 然後我就有點 也不知道要回應什麼 我就說 對啊... 謝謝你這樣 別看過謝謝 我很傻 我真的很傻 可以高興騷擾了 對 結果後來呢 後來我們就是 就是我那一陣子我就是 每次我想到這件事情 我就是會很怕 可是我也不敢講出來 因為沒有勇氣 也沒有遇過這樣的事情 導致我那陣子 我就是一直會有一種症狀 那個恐屌症 你你知道嗎 就是 就是我看到 陌生男子的生殖器官 我會超級害怕 就是我會很... 會覺得好噁心 我根本沒有辦法直視 這個就是... 後來會不小心看到陌生男子的 我也沒有... 就是我們大學生 有在使用一個軟體叫Dcard 然後Dcard上面有一個版 我不知道現在還有沒有 但之前有一個版 叫做西施版 然後我之前在摸索這個APP的時候 我就有上去看一下西施版 這是什麼 名字好奇怪 我就有進去點開看一下 裡面是什麼文章 就一打開 大家都在罰自己的重要部位 我整個快嚇死 我就是... 西施Sex 對... Sex 它是Sex的意思的中文 然後我想說天啊 我嚇死了 我真的沒有辦法看 我就趕快滑掉 然後那陣子我就真的 沒有辦法接觸到 重要部位這件事情 連男友我都要習慣 好一陣子我才有辦法 就是跟... 就是克服空調症這件事情 這名字是我自己取的啦 真的... 這名字是我自己取的 空調症 對... 那妳跟這個A男 還有聯絡嗎 沒有了... 因為他後來就是他自己 可能本身是一個很有問題的人物 他後來就是跟A男子 A男子跟B男子 就是他搶了B男子的女朋友 這樣子 然後因為大家都是好朋友 所以自然而然會站在 B男子的立場 就說你怎麼可以搶他男朋友 搶他女朋友這樣 不是男朋友 然後後來就是因為 他藉由這件事情 我有直接就是當下告訴大家說 其實很久之前 有發生過一件這樣的事情 對 應該講出來 對... 他就是有對我做過這樣的事情 但因為那時候大家都很好 所以我不敢講 對 但我後來就是有講出來 但他也都是站在我這邊這樣 所以我們後來跟他 一起在路上走 都沒有就是會打招呼 看到都不會打招呼 然後也都不會有聯絡這樣 就是完全跟這個人不好了 對... 這種人就能理他越遠越好 對... 所以你要問一下這個 韋凡哥 因為他年紀輕 女生外面喝酒 要怎麼樣小心保護自己 真的 因為我自己也有女兒 那我開始比較... 比較嚴肅面對這樣一個話題 就是突然我發覺 我的女兒長大了 然後他突然打電話說 爸 要不然來接我 然後我就是我一聽 那個當爸爸的敏銳度 OK 在哪裡就開車 過去呢 當然啦 就把他接回家 那接回家我就會耐心地 就想說 那如果沒有人接他 或者他真喝茫了會怎麼辦 其實你看到太多的例子 你只要稍微有一點點 姿色的女孩 你只要離開位子一下 那個杯子裡面被放了什麼東西 你根本都不會知道 而且你完全發生什麼事情 就是直接斷片 所以我覺得真的 如果跟一群的朋友出去 尤其是什麼 不是那麼熟悉的辦公室的同事 你都不要太相信 然後出去的時候 絕對不要喝 離開位子之後回來 放在桌上的飲料 不只是酒 飲料也包括在內 絕對不要去動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重要的保護 那第二個 很多女孩也會跟男生一樣 覺得我酒量很好 可是有的時候那個底線 一過去 遺憾的事情就發生了 還有一點我再強調一下 你看到我自己的 非常親近的哥們 非常親近的哥們 然後他的孩子 騷擾他的對象 現在被關在監獄裡面 你知道那個父母 兩個人的傷痛 十幾年過去 都沒有辦法停止 就是對女兒的那種 那種傷痛你知道嗎 所以我特別用這樣一個 真實的案例提醒大家 就是你出門 真的離開位子回來 絕對不要在 動你桌上的眼鏡 真的 女生要好好保護自己 你剛剛講的案例 她是連自己的女朋友都下手 都有下藥 所以女生只要要格外的小心 自己應該知道自己的狀況 然後保護自己 沒有什麼比這個更重要的 先進廣告 好 玉峰是社會縣的記者 照理說這個酒量應該很好的 你唯一一次喝到 ㄎㄧㄤ吊是在你的婚禮上 對 因為我在外面 大概都還可以撐得住 那唯一一次ㄎㄧㄤ吊 就是自己的婚禮 那婚禮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好朋友 那種布條都穿上來 擋酒部隊 然後指日生都有 可是到最後的時候 原本不是說好什麼威士忌 然後加什麼 番茄汁什麼都好 結果大家就起哄 竟然有人把那個小冰桶 裡面那個放小冰塊的倒掉 然後你就直接拿兩罐威士忌 這樣倒 他倒一倒我就說 這樣不可能吧 這個會完蛋 一罐是七百莫 這樣倒... 就喘一口氣 然後喝 喝完就是一定ㄎㄧㄤ 那後來從婚宴的地方 回到飯店 聽說那個滿慘烈的 然後我就問我太太說 那我昨天到底怎麼回來的 她說你昨天的 伴郎非常的nice 就是幫我扛住 我還願意跟伴郎 出錯了什麼事 沒有... 她保護我 然後把我扛回去這樣子 然後我就說 那叉叉叉怎麼 沒有擠她一起來 來飯店吃早餐 她說 你昨天跟她講了個祕密 你不知道嗎 我說我跟她講了什麼祕密 她說是你藏了一輩子的祕密 我說到底是什麼 酒後土真言了 對 因為以前她是我們同事 然後我們都同一家電視台 那哪一家就是這一家 現在錄影的那個地方 然後我們就常常 因為那邊有 對面就有麻辣鍋 所以有時候直搬 下班我們就去吃麻辣鍋 然後就喝 搬... 搬高了 然後我也是真的很無聊 我們一群朋友回來 然後我那個伴郎 他就喝得太醉了 然後一直叫他 要拉他上計程車 拉不上去 他就有點像班級就開始 把他功夫 後來我把他放在那個 電視台門口的兩個石獅子 我把他放上去 他就抱著石獅子 然後就睡到了天 你太狠了吧 然後你知道嗎 因為那時候電視台的總經理 他的車是走側道 在兩個石獅子的門口下車的 然後他就說 我們真的 我們的獅子 怎麼上面會有人 其實我們的獅子呢 因為他覺得這個會不會不太好 然後他後來他就很生氣 他就說到底是誰 他說一定就是你們 然後因為他那個有點 有點事情太嚴重 我就不敢承認 所以然後也沒有人承認 這事情就過去了 然後因為他那一天就是 我喝鏘了 然後他就是保護我 因為那個婚宴廣場 他走樓梯把我背下來 然後又開車 把我送回飯店 然後飯店又打開大門 然後我就覺得說 我不應該再瞞著他 我就自首了 我就自首了 然後他出來就不理我了 在喝酒真的後遺症很多 班傑你曾經要求 去警察局做酒測 對 發生什麼事 因為 你在喝鏘了 沒有 也不是喝鏘 是我喝酒一定是拿捏的 我覺得滿好的 朋友的遊艇請我們過去 然後我們先開到市區 然後集中在那種大巴 然後再 對吧 然後我入山上 所以我們遊艇玩 差不多遊艇玩了五六個小時 我就停喝了 然後我等一下 晚一點我要回去市區 然後又過了幾個小時 四五個小時左右 然後就回去了 回去了 我很正常 我覺得 但是我數學不好 你看美國的教育 所以我在那邊算 他說我喝了幾杯 然後幾個小時過 所以我應該代謝了幾杯 現在 勉強應該是可以 可以開車 但是是可以嗎 他說我知道了 然後我就帶老婆 去那個警察局 警察先生 是這樣子 我上午都在喝酒 我有停喝 我應該是差不多散酒了 但是我要確認我可以開車 給我酒測一下 好 有點道理 有點道理 其實滿棒的 他有幫你做嗎 警察先生是下來說 先生 如果你覺得 你要來警察局 酒測的話 我建議你不要開車 OK 好 不是 我覺得這種行為 有點太過了 你應該是判斷能力 有一點點問題 所以你應該是還不能開 不用測了 你應該是不能開的 對 他說真的嗎 你不能給我測一下嗎 他說我們警察這邊 如果給你測 就是要抓你 你還是要我們測嗎 我說那這樣子 我現在不用測了 我就花比較多的錢 做一個計程車回去 隔天再做公司下去 把錢 但是我覺得我很 很接近 應該是可以開車的 這樣我不確定 所以我後來我就買那個 家裡用的那個酒測的那個東西 發現其實那個 跟你講的一樣 那個女生跟男生喝酒 真的差太多了 我們三杯威士忌 一樣 我喝的量跟它一樣 然後我們就測 對不對 然後好像過了兩個小時 或是三個小時 因為我可能練功夫或怎麼樣 我的代謝稍微比較快 我零點一零 所以零點一五 就不能開了 零點一 但我沒有辦法開 我就要測看看 零點一零 原來是這樣子 然後給我老婆測 零點五 零 差很多 喝一樣 所以你脆得很快 但是我覺得這個 跟體質不一樣 我體質不一樣跟大小 你看我們的體積 我的體積一定是比它大 所以我跟女生 跟男生拚酒的時候 其實沒有想到體積的問題 對 所以很容易女生就灌醉 因為男生的體積比較大 它佔優勢 所以女生我真的覺得要 女生不要隨便跟人家拚 對 韋帆哥你是喝到車子都不減 那個是我人生最大的驚恐 也是因為那個事件 我決定不再跟別人 就是超過喝酒了 你知道那個喝到多離譜嗎 就是我喝完酒 就回家了 就天亮了 只有這樣的一個感覺就是 我喝完酒開了車走了 就回家了 那早上起來我就找不到我的車了 然後問我們家人 我們家人說 你沒有開車回來啊 我有啊 我就開始找車 怎麼找都找不到 因為自己有車庫啊 不可能啊 那結果就 我是不是放在餐廳附近又回去 都沒有 我就報警啊 然後呢 那個時候我剛好還在電台工作 所以我記得非常的清楚 我在 燈局那個地方報警的 他把他叫到裡面 廖先生你要不要自愛一點 我又發生什麼事 你知道你的車在哪嗎 你的車呢 停在新生北路高架橋上面呢 然後呢 車門打開 鑰匙在上面 車子是發動的喔 天啊 然後我人什麼時候走的 我不知道 所以你知道我嚇得 而且他還拍照喔 我真的嚇 而且是晚上的拍照喔 你自己走下來啊 我不知道 所以那件事情 給我一個很大的警惕 我有兩個孩子 我喝到茫成這樣 會出事的 所以我覺得從那一次之後 我覺得很好 給我太大的警惕 那我真的謝謝神 沒有讓我出事 然後呢 從那一次之後 我就再也沒有喝醉酒過 而且從那個時候 我就給我自己訂了 嚴格的標準 一直到今天 我常常喝酒喔 每天都喝幾杯而已 但永遠是保持著 很好的狀況 所以那一次我真的覺得 說句不客氣的話 自己被撞了 撞死算了 那就活該你知道嗎 我真的有時候常在想 你撞到別人的話怎麼辦 對 我覺得我們真的 每一個愛喝酒的人 我真的有去想這件事情 就是說 你自己撞拚撞死最好了 對 對不對 好 就是自己 自己當然也是很重要 但別人的安慰 你不要去搞到別人 不要迫己無辜 小婷妳曾經有一個 男朋友喜歡借酒搭訕別人 對啊 就是她很喜歡 就是即便跟我出去 她還是很喜歡假裝自己喝醉 然後去搭訕別的女生 自己酒壯膽 對啊 狀況在妳面前 對啊 很厲害對不對 假組的 真的是給了她拍手 她就是會這樣就是 假設我已經在她旁邊了 她還是會過去跟那女生說 那我跟妳要一下 聯絡資訊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這樣 然後我就會問好 就是怎麼會在我面前 還跟別人要聯絡資訊 就是很奇妙 但是我當下是都沒有 就是講出來的 又不講了 就是因為我想說 不要尷尬 沒關係 大家就當朋友 因為我也會跟其他男生當朋友 搞不好他們也只是 就是想要當當朋友而已 那後來就是事後 有回家發飆 就是回家比較清醒的時候 就是有發飆說 妳怎麼每次跟我出去喝酒 然後妳都會去跟別的女生 要聯絡資訊 這樣很不尊重我 這樣 她會改 她會改這樣 但是後來就還是沒有改 所以我們就分手了 然後分手之後 有一次我就在新衣區 她也在喝酒 然後我就遇到她 然後我就看她一眼 她還在跟別人搭訕 對啊 我看她一眼 還在跟別人搭訕 然後看我那眼神掃射她 然後她也看到我了 她就嚇到 她整個就嚇死了 然後她就自己默默飄走 那我也不理她 我就走了 就是 對啊 這個人 狗改不了知識 真的 所以我說其實這是男生人品 看她酒後的狀況 其實蠻足的 真的 要改是蠻困難 我們待會兒來看 最後這一幕很震撼 好 我們剛剛看到大家這個 豐公偉業這麼多 怎麼都舉綠牌 班傑你已經改掉 跟人拚酒的習慣了 重點是關鍵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就是有兩個事情 一個是我喝酒 如果真的醉 我有兩個狀況 一個是打功夫 對 另外一個是睡著 那打功夫我不是隨便打 我跟空氣打 或是我跟喜歡打功夫的人打 你怎麼知道他心裡打 OK 你後睡走過來 有的 我怎麼辦 像我的妹夫 他也希望練功夫 他也喜歡喝酒 兩個人喝起來 就開始打 那打的就是過招 過招就我覺得很好玩 然後他也覺得很好玩 然後我老婆看得 覺得很恐怖這樣子 然後隔天起來 可能就是我的那個妹夫 走路就是一拐一拐的 然後我可能 我這邊怎麼那麼一片黑青 昨天是哪一招中的 然後我老婆就覺得 你們這樣傷害鼻子 很不OK 你們 所以他就是非常不喜歡我們這樣 但我們就不聽 我們男人 OK 我們要喝就喝 對 然後我老婆有一天 她覺得說 那我就跟著你們的精神喝 然後她就是跟著我們一起喝 然後那時候有一個APP 很流行叫Snapchat 那個Snapchat 就大概是我錄個影 短短的十幾秒 然後我再發給我想發給的人 他不是給大家 就是發給的人 然後他存在二十四小時 就不見了這樣 自己會燃掉 對 那我們那天 有沒有打功夫什麼的 其實我不記得 因為覺得真的是斷篇了 起來我就看我的Snapchat 我就打開 我就看到螢幕讓我 因為很少看到自己 那麼醉的影片過 我基本上我喝醉 我看不到自己 是 對 我自己的視角看不到 這個時候我就看著我的老婆 抱著我的頭 像我是一個嬰兒一樣 然後她說 你要給我喝喔 然後我說 我卷宗女人 然後她就拿高粱 三分之一罐 這樣子罐下去 我就乖乖這樣 像一個 弱勢的 在那邊 我就看自己喝完 我就覺得我自己是白癡 我怎麼會 怎麼會這麼乖 在那邊被抱著 她就這樣喝下去 我說我這樣有可能 就喝死我自己 然後我從此以後 我覺得說 那我 我不要相信這個世界 我不能讓我自己 喝得那麼醉 所以從此以後 我就喝差不多 兩杯練酒 兩杯啤酒 然後放鬆 然後其他味道那種 有節制 所以其實把這個拍下來 滿好的 對啊 讓自己看到自己 最後的樣子 好可怕 我看那個 真的是智障 我都在看 因為鳳梨跑這個社會新聞 你看過有人因為喝酒 他的前途全毀的 對 有一陣子就是 綜藝大哥旁邊 都會帶一個助理主持人 那有一個男生 他就是從選秀節目出來 那他可以說是星星 因為你要在大哥那邊 做這個甘草人物 做育業也不容易 後來有一天 我們好像聽無線電 就聽到說 有人去搶超商裡面的ATM 第一個你搶超商 是一件蠢事 第二個你搶超商裡面的ATM 是怎麼回事 結果我們一去 那ATM不是都會有那個螢幕嗎 好像是被 被槍打過一樣 迷迷茂茂 我沒想到 螢幕是會凹進去的 然後就去同仁 就是去 警察同仁就去調監視器 就看到那個藝人 穿得很時尚 很潮 然後他好像是按那個喝醉酒 然後按密碼 按錯了 按錯了之後 他就開始大呼小叫 然後店員就說 他好像在跟ATM生氣 他說我裡面有錢 我裡面有十幾萬 怎麼不給我呢 然後開始就打 就開始打 那這樣問題大了 這個東西要怎麼辦呢 把它叫來 然後那個時候的銀行 是不願意放過它的 因為其實警察就一直說 這個看起來就是喝多了 那他應該沒有搶的意圖 應該算是毀損 可是銀行端的法務 就覺得說沒有 他這樣子如果把它打壞了 那他是不是有搶的意圖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消息就傳出去了 那你想想看 一個演藝人員 然後你有主持節目 你去搶銀行的ATM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嗎 然後那監視器流出去之後 節目不可能 馬上就把它停掉了 不可能再用它了 所以他後來 也是刺上了官司 那這個案子 因為已經打了 所以他不可能就消失 所以也送了地檢署 然後移送地檢署之後 製作單位跟電視台 都不會再用 所以他要起飛的人生 就在喝醉酒那一天 馬上就醉雞了 真的 喝酒真的會誤視 這種新聞我們看了滿多的 所以我朋友凡哥想問你 有時候應酬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很難去避免 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這個適量飲酒呢 有什麼方法 其實我在那次之後 我一直到今天 如果今天喝高粱 我大概就是三杯 你就喝完三杯之後 你是完全清醒的 你大概還可以喝 很幾個三杯 可是它成為我的 喝酒的一個習慣 就是這樣 它就成為這樣 所以當你成為這個這樣 你應酬也是就這樣 所以人家也不會再給你逼酒 反正你知道你就是三杯 就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你如果真愛喝 就給自己定一個 安全的標準 把它成為你生活的一種習慣 那你也喝酒了 你也享受了喝酒的樂趣 然後也不喝酒故事 還有我 我每次喝完酒有一個好習慣 我一定 尤其在外面應酬 我喝完酒之後 我告訴大家一個健身的方法 這是一個中醫教我的 我一定會喝完酒 應酬完畢出去 我就走到超商 去買一瓶大瓶的 不要冰的礦泉水 大瓶的 然後我就開始一邊喝水 一邊走路往家的方向 那整瓶水灌完了 大概所有的酒也 也都揮發了 然後也運動了 然後如果家很遠 就坐個計程車 也沒有任何的酒氣 帶回家去 我覺得很好 所以喝酒 其實也可以養成一個 有原則的好習慣 我是這樣的建議 OK 好 今天謝謝大家的分享 真的這個小酌是很開心的 但是過量就驚心 甚至一不小心讓你傷心 變成後悔目擊的大災難 所以千萬不要貪杯 如果把握不了 自己的底線的話 拜託你就從此戒酒好了 戒酒不要喝 人生比較重要 謝謝大家 拜拜 謝謝大家